八九岁的一个样子吗 哪有了 都是二十三的大姑娘了 哦 大姑娘了 那你是大姑娘了 我问问你 你有没有成家呀 那没有嘛 还没找咯 还没有找啊 那个是不是你的那个叫啥 你的要求太高了 不是咯 是我们这边的阿力度太少咯 不好找咯 哦 是你们这边的男孩子太少了 不好找啊 对吗 哦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的这个要求太高了咯 嗯 那都不好找咯 哎 那个我问你啊 就是你之前的话有没有找过咯 哦 那之前有找过吗 哦 之前还是有找过的 是吧 那你之前找过几个 可不可以给我说一下 哦 什么几个哦 就找过一个咯 哦 就找过一个啊 哦 那你就找过一个的话 我问你们两个就是有没有牵过手啊 哦 那时候肯定牵过嘛 那手心都是牵出汗咯 哦 手都还牵出汗咯 那你们手都牵出汗咯 怎么最后没有在一起成家呀 嗯 那我觉得不合适嘛 不合适啊 嗯 哪里不合适呢 你觉得啊 嗯 那哪里都不合适了 我觉得他年龄太小了 我不喜欢 哦 年龄太小了 你不喜欢啊 嗯 那个他比你小几岁吗 哦 他比我小三岁了 哦 那个男孩子比你小三岁啊 但是小三岁的话应该还好吧 人家都说这个女大三报金专呢 嗯 那我还是喜欢年龄大一点的 哦 你还是喜欢年龄大一点的 哦 但是你告诉我 你自己都只有23岁啊 你为什么要 就是说要找年龄大一点的呢 哦 那年龄大的咯 又懂事 又会心疼人咯 哦 年龄大一点的 你觉得他会懂事 会心疼人 是吧 哦 对咯 说实话 但是我跟你讲阿玉啊 你的这个想法呀 可能有一点误区 你知道吧 哦 不是说这个人啊 他年龄大就会照顾人 主要呀 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 要不然年龄再大的话也不行 你知道吧 哦 还有这样哦 对啊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主播说的对不对 觉得说的对可以扣个1 好吧 哎 就是说这个除了年龄大一些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求阿玉 嗯 别的要求嘛 都是没有 就是要力气要大一点的 哦 要力气大一点的 嗯 力气大一点的又是要干嘛呢 啊 力气大的干活才厉害咯 哦 力气大一点的干活才厉害啊 你们这边要干些什么活啊 哦 像我们这个山里要干的活就多咯 哦 山里面干农活是吧 哦 这样子啊 说实话我感觉你的这些要求啊 跟咱们城里面的那些女孩子啊 就是说不太一样啊 他们都是想找个这么什么有车有房的 你说你就想找个这个力气大可以帮你干农活的 这个确实很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啊 我觉得 哎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啊 除了这些 这些要求嘛 就没有了 就是要对我好了 要对你好啊 对吧 你觉得怎样才算对你好啊 对我好嘛 就是心疼我咯 怕我饿走 怕我动走嘛 哦 就是要心疼你 怕你饿 怕你冷 是吧 哎呀 说实话 你说的这个要求也太简单了吧 咱们直播间的这些哥哥叔叔们 都是可以做到的 哎 那个我问一下 就是像你们这边的话 这个叫什么小彩小礼 这些东西一般要多少啊 哦 这个就要的多了 像一头大水流 一头老母猪 这些都是给阿爸阿妈的 哦 要一头猪和一头牛是吧 哦 那有没有 还要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啊 这没有了 而且这两个都要活的咧 要活的 嗯 我意思就是人家还得给你牵到你们家里面来是吧 哦 那是嘛 都是给阿爸阿妈的了 哦 这个样子的 嗯 那除了这个猪和牛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需要的 嗯 别的就没有了 这其实就已经很多了 哦 这个就很多了 哦 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一点也不多呀 哎 比如 就是比如说你们这边成家的时候 要不要这个东西你懂不懂 懂懂这个东西 这个新衣钱 要给一点 哈哈 你懂了 哦 要给一点 我还以为不给的 你们这边是要给多少 给多少 有多少 像我们这边啊 有些外面来的那种大老板咯 哦 条件好一点咯 一个万两个万他们都愿意给咯 哦 就是说外面的大老板到你们这边来娶个女孩子回去 就只需要给个一个万两个万就可以了 嗯 像那种条件一般的咯 工资低一点的 一个千两个千也有的 哦 条件不好的给个一个千两个千也行啊 嗯 那没有的也可以不给 哦 没有的不给都可以啊 嗯 我们在这好多都没给的 哦 意思就是说照你们这个云南的哈里族啊 娶一个女孩子回去 最多也就给个一个万两个万 然后再加一个一头猪和一头牛就对了 对不对 哦 哦 那我问一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吗 你们觉得这个阿玉他们这边就是说要的多不多啊 说实话我感觉一点也不多呀这些 哦 这还不多 这个狗出去了 他一年的活都是白干的 哦 一年的活就白干了 说实话那你这个也没多少啊 你看这个一头猪和一头牛加起来最多也就两个万左右 然后如果说你再加一个万两个万也最多三四万的一个样子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边要给多少啊阿玉 哦 你们那边给多少了 像我自己那边的话 我们那边起步都是要给个七八万的样子 七个万八个万才行 哦 那你们那边搁的太多了 太多了 哎 那个我问一下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嘛 就是像你们那边的话一般 男生女生成家要给多少啊 可以打在公屏上面 等等会我让这个阿玉妹妹看一下 肯定给他吓一跳啊 哦 那你们那边真的搁的太多了 还好吧 其实啊 它是这个每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不一样的阿玉 只是说我觉得你们这边的话还挺适合的了 哦 这里有个大 这里有个林老师 他说他们那边要给三十多个万对 哦 那真的给的太多了 这个梦想成真也说他们那边也是给三十多个万 我看你们那边真的都是特别大大的大人吧 哈哈 哈哈 说实话只是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了 这个是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的话是云南的一个大山里面啊 大哥 这边离这个老窝非常近 然后从旁边呢有座山 就是翻过那座山再走个三四公里的一个路啊 就到老窝边境那边了 哈哈 对对对 哎那个阿玉啊 哎我问一下你啊 就是我在这里跟你聊天啊 聊了也有一会儿了 哎怎么没有看到你家里人这些 比如说你爸爸妈妈怎么没在家里啊 我阿爸阿妈一早就上山干活去了 哦你阿爸阿妈一想上山干活去了 嗯 我他会不会就是以为我是什么坏人之类的 误会我啊我 你这个都有点吓到我了 我那不会吧 阿爸阿妈他们都很好的 他不会的是吧 行行行 那这样子啊 叔叔阿姨们能不能麻烦你们就是说这个左上角啊帮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 等会要是这个阿玉妹妹的他家里人回来就是说误会我的话以为我是坏人的话 你们就是帮我在公屏上面解释一下好不好 哈哈 说实话我是有点怕的 我是怕他们这个叫啥 哎那个阿玉啊 我问一下就是你自己的话是什么学历来着 我是初中毕业了 哦你是初中毕业呀 哦怪不得我听你讲这个普通话 说实话讲的还挺不错的嘞 哦那还可以了 哈哈 因为今天早上就是我才到你们寨子的时候 我早上进寨子的时候 在村口啊发现有一些叔叔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叔叔阿姨啊 我跟他们问路嘛 他们好像都不太会讲普通话 哦那是嘛 我们这边在这很多都不会讲的咯 像我们家大姐就不会讲吧 她是小学毕业的咯 哦你大姐是小学毕业呀 哦那你这个中学毕业的话 应该在你们这边还是算这个高学历了 这个算是高一点的咯 这个还是算那你还是挺厉害 说实话你还是挺优秀的咯 那没有了 哎那我问一下阿玉啊 就是你们家里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的 哦我们家咯没有兄弟咯 我上面就是三个姐姐 我是最小的 哦你上面还有三个姐姐 你是最小的 一共四姐妹是吧 哦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哥哥啊 弟弟这些吗 哦这些都没有咯 哦这些都没有 意思就是家里面是四个女儿是吧 哦那说实话你们家里面四个女儿的话是四朵金花呀 你们爸妈应该很享福的 哦那还好 还好啊 我给你说如果说是在城里的话 是你如果是在城里的话 谁家里啊要是四个女儿 人家都给你羡慕死了 哦我们这边就是女孩子比较多咯 女孩子比较多啊 哦问他远不远嫁呀 这里有个大哥他说问问你们能不能就是嫁到外地去啊 他们那边是四川的 哦我们现在是可以外嫁咯 但是放在以前都不可以咯 哦放在以前就只能在在这里面找是吧 对只能跟那个哈利福的福类的人 哦现在是可以外嫁的是吧 意思就是条件就是得那个男孩子有责任心 然后帮你干活能疼人是吧 哦行行行 这个大哥他们这边是在云南边境西双版纳这边边境的有点远 要是你有机会过来玩的话可以到他们在这里面来玩一下 对了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自己的话你你三个姐姐他们结婚了吗 我大姐二姐都成家了家里就剩三姐还有我 我大姐二姐成家了家里面就是三姐跟你还没有成家 哦那那那那这个你三姐她今年多大了 哦我三姐今年二十六了 哦比我大三岁 哦你三姐二十六岁了 哦 说实话二十六岁也不小了 怎么她还没有找呢 哦大三姐咯 哦个子又高身材又好 哦人又很聪明哦 那喜欢她的阿哥很多 对她的人也很多 那我三姐的眼光就变高了 哦你三姐 你说的她三姐这么优秀啊 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啊 嗯 你说你三姐长得漂亮的话 难道有你还比你还漂亮啊 我看你都挺漂亮的啦 阿月 哦那我这个都不算什么咯 那三姐比我好看太多了 三姐这么好看啊 说实话你这样说 把我们的这个好奇心都给勾起来了 哎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就是把你三姐叫出来 我们认识一下 给这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哦现在恐怕不行咯 三姐一早就和阿爸阿妈上山去了 一会儿应该就回来了 哦三姐上山干活去了 嗯 还要等一会儿才回来是吧 对了 哦行行行 那这样子嘛 要是你三姐等会回来了 就是一定记得到她 让她到直播间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 认识一下 让我们看一看你说你三姐这么好看 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那可以吗 待会三姐回来就让她过来了 可以的是吧 行 其实我跟你说呀阿姨呀 其实我也是单身 没跟你讲 你说你三姐这么优秀 这么好看 说实话呀 她就是有什么要求之类的 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我要求咯 那我三姐嘛 她也想找个年龄大一点的 身体强壮一点的 而且还要工资高一点的 哦她是想找年龄大的 身体要强壮的工资还要高一点的是吧 那三姐都不敢想都不敢想的都不好找咯 这都不好找啊 她她这个工资要想找多高的才行啊 那三姐说咯 至少想找个一个月有个两千三千的那种小老板咯 两千三千了 哎我问一下你啊阿月 就是在你们边境这边的话 你们平时花钱的话是花人民币还是花美元啊 那肯定是人民币咯 人民币啊 意思就是在你们这边一个月 如果说能挣个两千三千人民币就是小老板了 是吗 那五千六千的就是大老板咯 五千六千就是大老板了 哦 那如果说像你这样子说的话 我感觉我跟你三姐还真的挺合适的嘞 我自己的话 我每个月都是能够挣个七千多块嘞 哦 那阿哥你就是大大老板咯 大大老板 哎 这个我问一下你啊 啊阿月啊就是你自己的话一个月能收多少 我平时要是 勤快一点不休息 能赚个一千二一千三 哦一个月就收入一千二千三 那那你这个一个月就这么点这个够不够你自己花呀 哦那够花咯还有的剩咯 还有的剩啊 哦那剩下的都还要展起来了 还要展起来呀 对吧 哦说实话我感觉你还挺会过日子的阿月哈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像你们这种啊生活在大山里面啊这个什么这个交通啊也不是很方便的 你们这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经济来源这些是怎么来的 哦像我平时嘛 呃 起快一点就会到山里去找一点山货 平时那些瓜果蔬菜咯都会飞到镇上去赶摆换钱嘛 平时休息的时候咯就去帮人家割椒嘛 哦意思就是说每天要找一些什么菜呀果子之类的要拿到镇子上面去换钱 然后闲下来的时候要去帮别人干点活是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你们在山上这些是有些什么果子什么菜呀能不能 能带我们远去看一看让我们开开眼界好不好 哦那就多的很哦 你看我这身后的就是 哦你身后的那些都是山上栽的 对的了 哦你那个我知道 你那个绿色的就是香蕉那个我见过的 这个植母胶咯 我得我把这个镜头拿近一点 拿近一点了 这个是植叫什么胶啊植母胶啊植母胶咯 这个香蕉看着是绿色的也没有成熟啊 黄色的才是成熟的吗 这个咯像你们这些外地来旅游的很喜欢的 直接一串买回家就放在那里好看了 哦这个他们放在好看 他这个能不能吃啊应该能吃他这个不能吃的吗 这个要等他黄了才可以黄了才能吃是吧 哦这个样子哎就像你那个 那个很 哎你这个是树根吗还是葛根啊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在山里挖的山药了 哦山里挖的山药啊 哦你这个是山药啊说实话怎么长得跟我们那边的山药不太一样啊 长得奇奇怪怪这么大一干 哦都是这么大的了 都是这么大的啊 哦 你这个是山上挖回来的啊 对啊我挖回来的然后拿到镇上去赶摆了 哦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叔叔阿姨们见过的这个山药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啊你这个 我们那边的那种都是细细长长的 我们那个叫什么铁棍山药的那个东西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啊 哦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样子的 哦 哎那比如说就是像你这个山药啊 拿到镇子上面去你去换钱的话是多少钱一斤还是多少钱一个啊 哦这个半斤的一块钱一斤的 一块钱一斤啊 一块钱人民币一斤啊你这个山药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边的山药卖多少钱一斤啊 你们那边多少了 我们那边的话都是五块钱六块钱一斤的嘞 哦那你们那边一斤可以卖我们这边好几斤了 一斤可以卖你们这边好几斤了 我都以为我卖的算贵一点的了 说实话你把这个山药你背到镇子上面这么远 才卖一块钱一斤 怪不得啊你每个月就只能挣一千来块钱嘞 要不然这个样子嘛 阿玉啊就是这个山药的话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吃 到时候你这里我看也没有多少 你就全部卖给我吧 我就帮你分担一点压力 你这这个也后面不让你背到镇子上面去了嘛 也累的好不好 那可以吗 可以的是吧 那我你这个等会就帮我装起来蹭一下嘛 你刚才说你刚才说你拿到镇子上面去 是要卖多少是卖一块钱一斤啊 哦是卖的一块了 哦一块 那那那这个那这个样子嘛 呃你这个就卖给我的话 我就花十块钱一斤跟你买好吧 哦你那边搁的太多了 太多了 哎呀没事没事 嗯这个给太多了 但是哎你看看这个阿玉啊 我第一次来你家里面说实话 这个空着手来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十块钱一斤呢 也是算我的一个心意知道吧 哦 那你真的给的太多了 太多了 没事没事 你这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我花十块钱一斤啊 跟阿玉妹妹买合不合适啊 这个的话 说实话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觉得合适的可以扣个一好吧 嗯 这个给太多了 太多了 嗯 我 这样子啊 阿玉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问你啊 你们这边是 在那个老窝很近了 对不对 是很近吗 哦很近了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的话 有没有一个叫做这个长寿村的一个菜子啊 哦有的了你怎么知道了 是因为这样子啊 我之前看过那个中央台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呢 我记得中央台的记者呢 是去到了那个 广西的一个巴马 然后也去到贵州 最后是来到你们云南边境这边的 对吧 哦 哦 你这么说的话 好像之前有你们大城市来的记者 好像过来采访过 但是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哦 我是看那个长寿村啊 就是说你们这边长寿村有十多位这种百岁老人 对不对啊 哦那有的了 哦有的啊 嗯 那他们现在还在不在你知不知道 哦那人家都还在吗 都还在的 哦 哦那他们身体怎么样了 那身体好的很哦 身体好的很 哦行行行 那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等会儿要是你忙完过后啊 没有事的时候 能不能带我就是去那个长寿村里面转一转看一看 哦那可以吗 待会儿我忙完了 就带你去嘛 可以的是吧 可以的 行行行 我是想过去拍一下 记录一下 等会儿可就麻烦你了 我那不麻烦的了 呵呵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啊好奇心比较重 我就是像那个 纪录片嘛 说那个广西的巴马也是长寿之乡 我当时啊也特意的过去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像巴马那边呢 是当地有个驰寮山 然后他们那些老人啊 没事就在驰寮山里面休闲娱乐 所以说啊身体就会比别别的地方的老人好很多 然后我也一直很好奇啊 就是像你们云南这边 这些老人也健康长寿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比较独特的一个秘诀之类的 哦那你说秘诀倒是没什么秘诀咯 那像我们这个山里嘛 就是空气好水好 像平时吃的瓜果蔬菜咯 都是自己地里种的 鸡啊鱼啊都是自己家养的 哦意思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气比较好 水也比较好 瓜果蔬菜鸡啊鱼啊 都是自己种自己养 不用农药没有化肥这些是吧 哦明白了 哎比如说像你们这边的老人啊 就是说他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 这些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那吃的喝的平时吧 那都是还好 不过你们那边应该一天都是吃三餐了 啊对啊肯定是每天吃三顿饭啊 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呢晚上都不会吃那个大白米饭了 一天吃两餐那不吃米饭吃啥呢 嗯就会吃那种自己沾里采回来的那种有营养的了 有营养的啥东西啊 就像晚上吃雪燕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雪燕啊 嗯 你说的那个雪燕是那个叫什么赤瓶婆素精华的那个东西啊 哦是吗那个存植物的了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晚上都不吃饭都光吃这个雪燕啊 我也不是只吃雪燕了 就像平时那些鸡啊鱼啊也会正常吃 只是说不吃大白米饭吃雪燕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晚餐的时候啊不去吃米饭 然后用雪燕代替米饭是吧 哦是了 哦就是说像什么肉啊蔬菜瓜果都是可以正常吃的 只是说不吃有力的东西就行了是吧 对嘛那些大的老肥肉这些都不吃了 吃了身体不舒服了 哦 难怪哈 你们这边云南就是我听人家说有句话呀 叫什么云南十八怪呀 这个老太婆啊爬树飞快啊 哦那是了我身体都很好嘞 哦 就是说你们这边的这个叫啥 嗯 老年人的身体比较好是吧 哦那身体都很好嘛 哦 你们呢我就很好奇 你说的这个雪燕 你们这边这个产量大不大 哦这个嘛每家每户都会上山去踩咯 哦每家每户都会上山去踩的 对的了 哎那你们家里现在还有没有啊 哦家里有的 还有的啊 哎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见识一下嘛 啊那可以嘛 我去家里端出啊行行行行 嗯那麻烦你哈麻烦你了 哦叔叔阿姨们看一下他们这边的话 这里是小雨妹妹的家里啊 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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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